當自己的按摩師 這瓶痠 那瓶痛 不用擔心 醫生的屁股報你知 好 第一個我們介紹這個胃痛 胃痛有時候是因為緊張啊 壓力 或是你吃壞肚子的胃痛 或是脹氣的胃痛 那這個時候 萬一附近沒有醫生 或是你不方便的時候 有一個穴位呢 可以馬上的幫大家緩解這個胃痛 來 教大家一個叫竹山裡穴 竹山裡穴 對 竹山裡穴在這個地方 我們先找到膝關節 我們在膝關節這裡這樣子畫出來 然後你放四個手指在這個地方 放四個手指 這個叫三寸 所以我們這裡再畫一條線 然後畫一條線以後呢 這個地方有一個骨頭 我們叫筋骨的前緣 大家要摸到這個筋骨前緣 筋骨前緣在一個手指的寬度 就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叫竹山裡 所以我們再說一次 摸到膝關節 膝關節 四個手指畫一條線 然後 筋骨前緣外開一個手指的寬度 我們講這個叫竹山裡穴 這個是全世界對腸胃最好的一個穴位 然後呢 我們就用筆或是圓圓的這個按摩的棒 放在這個地方 垂直它的身體面 我們叫死狀面 然後這樣子做按摩的動作 很有感覺耶 對啊 滿有感覺的 這個消化不良 胃痛 胃脹氣 其實都可以用這個竹山裡穴 來緩解 然後呢 大概一個穴位 左右兩隻腳都要按摩 每一個穴位按摩大概兩分鐘到三分鐘 然後就可以立即緩解你的胃痛 胃脹氣 大家在家裡面可以試試看喔